周杰伦身上有多少你不知道的幽默 2022了 我居然才发现这部宝藏纪录片 B站黑暗骑士Suite 周杰伦纪录片太高质量了 除官媒以外 最好的周杰伦科普型视频 非粉也能当作天才型选手 正确混进娱乐圈的爽文看 我看的不是纪录片 而是自己亲历的青春 除了有才华啊 更好听 周杰伦的性格真的比想象中更好玩 高中被水瓶座初恋女友 啥呀 被水瓶座初恋女友伤害 从此讨厌水瓶座 进公司偷听到水瓶座的范文山 评价自己的音乐一般 你决定要更加远离水瓶座 曾误以为刘根宏是同性恋 接到他出去玩的邀约 转头和朋友吐槽 怎么这么快就看上我了 演唱会忘死 一共17期 从初入锋芒的新人 到万众瞩目的天王 大部主特别会讲故事 解说和画面 也配了很多不常见的珍贵资料 还有对每张专辑和创作背景扎实的解读 看的过程就是一整个视频大享受 仿佛回到坐在电视电脑前 充满期待认真心像MV的那段青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